公民的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的記者招待會就正式開始 大家好 我是熱血公民的鄭松泰 我是鄭松泰 接下來這個首要舉行的區議會選舉 我們熱血政治本土起義 而接下來的參選人會參選這個區議會選舉 今年的區議會選舉的口號 我們熱血政治本土起義 我們希望將香港人和一些本土的聲音 透過我們的力量 我們會盡我們的能力 帶入我們的議會 接下來我是想介紹 我們有六位議員公民會參與這個區議會選舉之前 我會首先請立法會黃毓民議員 先在這裡發言一個開場 有成黃毓民議員 謝謝 謝謝 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今天這個議員公民的區議會選舉的記者會 都發了一份聲明告給大家 主要六位選舉的候選人 即是準備參選的議員公民的手足 都有一個簡單的介紹 為何要參選這個區 今次議員公民的參選 它的口號 剛才阿泰已經說了 就是我們香港人的身份定位 為香港去參加這個選舉 請大家投香港的票 我們未必一定要說自己是半套派 或者你們這些記者怎麼標籤 這回事 今天的香港已經是危宜震撼 大家看到 這個八大專院校 還有工大 九間大學的校證 已經被六八九新的黑手進去讀過教 他好像不跟香港人作對 他也是不高興的 港大已經搞到一堆屎 他又伸手進去這個領南大學 要找兩個大家都很討厭的人 去做這個領大的校董會 一個是何文宇 一個是陳萬奇 他擺明要跟你的大學生作對 擺明要跟香港人作對 所以這個選舉 基本上除了要踢走保皇黨 制裁藝民主派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樹立起一面香港人的旗幟 參加這個區選 有些人說是否承辦得失不重要 這個跟若干年前那個 所謂票差票場運動 是有很明顯的不同 我們要提醒香港人 你參與這個選舉 你去投票也好 你參加選舉工作也好 你就是為香港投下這一票 為香港參加這個選舉 因為香港已經淪陷 香港今時今日是面臨一個最危急存亡的時候 雖然一次這個區議會選舉 未必可以令到 即是說香港可以救婚生 明年還有一次選舉 但至少通過這一次選舉 告訴香港人 你要救香港的話 你就一定要出來投票 還有一定要選 很堅持站在香港人立場的候選人 而不是投那些 仍然是說大中華 或者承認中國共產黨統治的 這些政黨 所以這個選舉意義最大就是在這裏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把他同若干年前 票差票場的運動來做一個比較 是吧 今次我們參選區 我們沒有跟任何人協調 沒有跟任何政党協調 我說知道你誰去選 我們也要打破 要打破一個 就是過去他們認為是真理的 那種做法 就是你這樣的黨 大家在這裡先相授受 譬如華民主派的一個協調機制 是吧 然後現任的人不准挑戰 然後去分豬肉 剩下豬頭骨給你的人去選 是吧 我們從來不會當自己是民主派 我告訴大家 OK 我們是屬於香港 我們是為香港去參加這個選舉 這個是很清楚的 這六位新人 從來沒參加過政治 又沒參加過選舉 年輕人 我不會說這個機會 不是的 這場是冷仗 我們會告訴大家 這個選舉 是要抱著一個必勝的決心 是吧 去打這場選戰 而這個所謂必勝的決心就是 一定要將一個很清楚的訊息 告訴香港人 香港也就死定了 香港也就死定了 要力懷狂難 就是靠我們的年輕人 年輕人是我們的未來 今天的建制派政黨 所謂的民主派政黨 和這個特區政府 是跟我們的未來作對 所以為了我們的未來 為了香港的未來 我們必須要抱著一個必勝的決心 去打這場選選 我接下來就交給阿泰 介紹這六位候選人和選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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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